各位观众,演艺界镇灾望我大电影《豪门夜宴》 现在开始 各位观众,论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高度与你谈电影 高度,这套电影又是你的旧作 是 但为什么有主持的电影? 这个我想跟大家讲 这段,刘德华和毛顺君这段 是当电影已经剪好了 就快要拿去电影手拍 然后,他们两个才在外国回到香港 然后就说,为什么这套电影居然可以没有我们两个 就分别跟我说,怎样都要拍我们两个进去 然后我才想,不如我弄一段布幕 找他们两个来开这个电影 即是等他一个布幕,一个主持 讲几句这套电影是怎样拍出来 意义是什么 然后是特别加上去 这个是拍完整套电影才加上去 其实是考起制作人员 很大的考验 稍有年纪的读者都可能知道 这一套《豪门夜宴》 就是1991年的时候 香港的群星 就帮内地的华东水灾做一个镇座议演 去到今时今日 我们中港融合,大湾区在发展 而高度你的电影 就会在3月22日到24日 就在你的家乡中山和珠海 去做一个回顾影展 在这个时候,你再看回当年 这一套华东镇座议演的作品 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大家都记得《华东水灾》 1991年 当时我们在新闻片上看到 大家都有很大的同情 于是在电影界发起了 一个为华东水灾筹款 想为二拍一部电影 这个二拍的意义 《徐克》就拍了两天半 然后《张坚庭》拍了两个晚上 和《张同祖导演》拍了一场 四个导演 加上用七天的时间 就拍出来 当然我们所有演出者 甚至是当时主要的工作人员 包括摄影师 全部都是没有拿钱 当时这部电影拍了六十万港元 六十万可以 好像连菲林和充饮公司 都有人捐赠 六十万港元 首拍完之后 听说这部电影 能够为华东水灾筹了 应该是一千二百万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说到1991年 是一千二万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成绩 在那七天里 除了几个主角定下之外 有一两场戏 根本每天都叫一些演员 叫一些不同的明星 你有没有兴趣参与 我有一场戏拍的时候 《沿途》 施南生打给我 李嘉欣 半个小时后 李嘉欣到 《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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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为他们度情节 有相当大的即兴性 有相当大的即兴性 即兴性 就反映了香港人的急事和性格 而电影的背景 就反映了我们和内地同胞 那种切不开的血肉关系 没错 无论如何 大家都要一起去做这件事 没错 而这件事里面 那么短时间拍出来的质素 有没有担心 我自己有件事我记得 后来配音后 徐克和我在配音室两个聊起 他说到他 我常常拍几个月的 或者一些很高成本的电影 都没有这部电影那么好看 最好看你觉得是哪一幕 我自己觉得最好看 如果以今天看回 最值得看回的 反而是周星辞第一次 在银幕上困许冠文 大家立即去片重温一下 差人来了 喂 喂 老友 你不是那么短 喜欢吃鸡肉油是吧 我不是我不喜欢吃鸡肉油 老友 你现在插着我的鸡肉油 老友 我插着那个头是鸡头 老友 这是鸡头来的 这个不是鸡头 那头发呢 蛤 蛤 如果头上有汁 那不是头发是什么 你说是鸡肉 那你说这些是什么 这个是鸡肉 这一笔当然是痔瘡 对不起 他对 他对 这一场戏最特别之处是什么 这一场戏是这样的 七八十年代 香港的第一少将 许冠文 八九十年代 刚刚周星辞冒起 所以当他们两个 那一半一坐下 大家在当时在戏院 这一幕一出 大家加着无声 看你们两个如何困 后面坐着一个叫王炳耀 肥肥的那个 王炳耀离开了 当时我和王炳耀两个 一起量度这一段 老实说 亦都只有一个多钟头 在我们几个的创作时间里面 连拍都只有一个多钟 只能够到这里 但那晚的气氛 和后来在戏院的气氛 大家对于香港的喜剧少将 那种期望 和那种想看你们两个搞什么 那种感觉 是我到现在都很难忘的 高手过超 是 有点高手过超的感觉 当然如果这部电影 不是在当时 只有一个多钟头去拍 是可以拍上两天 这场电影 可能会拍出很多东西 一套由华东水灾震灾而出发 去拍摄的影片 就这么巧地 记载了香港演艺圈的一个年代 大家都群集在这里 是的 所以当时我们就有这个心 为内地的华东水灾 一个天然灾害 我们每个人都尽得分离 所以近年我自己 个人不太理解 有香港某些政客 他们会居然觉得 我们支援内地的自然灾害 他们会反对 甚至用很多说话去验语 我不是很理解 反而当年的大家 心就纯粹一点 其实不关你正不正的事 只不过大家同胞 同胞有难 当然要帮 是的 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所以 各个年代 各一套电影 值得我们重拾一些 我们的核心价值 应该是 如果大家都想重温这套电影 欢迎所有香港和内地的朋友 都可以去到高度的家乡中山 和珠海这两个地方 今个月3月22至24日 就有高智深电影回顾展 多谢大家收看高度与你谈电影 拜拜